什么样的人最可恨 我个人觉得告密的人最可恨 最缺德 咱们说个历史事实 公元692年的五月初一 武则天女皇 不知发哪根神经 要显示自己仁慈之心 规定满朝上下不能屠宰生畜 不顺许吃生畜肉 结果这时候有个大臣叫张德就撞枪口上 这张德多年就想要个儿子 一直没有成终于老赖得子了 哎呀心花怒放 得庆贺小贩围找自己一些好朋友在家里 可是上头不让吃肉 你说这帮人为了庆贺你老赖得子 在一块吃点白色豆腐 这也惨点 这张德就偷偷摸摸宰了一只羊 炖羊肉请大伙喝酒 结果请的人里头 他觉得这人是他好朋友 这人叫杜素 这杜素呢 吃饱喝足了一抹嘴巴 偷一块羊肉塞袖子里头 转回时写了奏折 到武则天那告 说这张德呀 违背你的命令 这是死罪呀 居然抗旨 底下敢宰羊吃 说你证据 你看我刚吃完回来 拿着羊肉 拿着奏折给武则天看 第二天 一上朝 武则天问 说张德啊 听说你老赖得子啊 哎呀 皇上都知道了 是是是 我都高兴的 不知道说什么了 哎呀 这个这个 皇上既然知道了 最过的 哎呀 谢谢您关心 武则天接着脸一沉 昨天晚上那羊肉味不错吧 张德吓得哭着 哭疼一下 跪倒 磕头如捣钻的 皇上我错了 没想到这你也知道 哎 你呀 违背这个命令是不应该 老赖得子这是个喜事 也可以破一次力 但是我告诉你 吃羊肉可以 别什么人都请 别跟什么人都一块吃 说着就把杜素啊 这折子拿出来了 你看看吧 你说你请这人 你这这瞎了你的狗眼了 就把杜素的事摆开了 你想这杜素在朝天下能混开吗 他说这个王八蛋 吃着人家的 还是好朋友 底下告密 这得多可恨 在这个事情 我要为武则天点赞 干得好 把告密小人的嘴脸给揭开 咱们眼下不就有的学生 听完老师讲课 还出去告密举报去 我真不知道 这是何等奇葩的举动 足球从网络抓起 小人就不要从网络抓起了 我讨厌 dichnie 我讨厌